《玉皇经》 全称《高尚玉皇本行习经》 是道教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 内容透过原始天尊等 一众神明先真的对话 聚述了玉皇的出身和来历 以及讲述 众念玉皇经咒的功德果报 从宋代至今 道教举行的齋召仪式中 仍然礼拜玉皇 所用的经文 大部分都与《高尚玉皇本行习经》有关 今集我们就会为大家介绍 这部《玉皇经》的承书背景 以及玉皇的出身来历 《高尚玉皇本行习经》 简称《玉皇经》 它分为三卷五品 明代正统道状 将《玉皇经》收录于《洞真部本文类》 《玉皇经》的出现 和道教传统开劫道人的信仰 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存最早的《玉皇经》 《玉皇经》的《玉皇经》 那如何才可以度过危难呢? 在《玉皇功德品》第三中 记载了《原始天尊》 若有战争疫病等禍乱 到时能够在道观内建设大型齋召 并且转重《玉皇经》 那就可以其得国土清平 五谷丰熟、泥树安泰 现时不少公贵妙语 都有供奉玉皇 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地区 拜玉皇就更加流行 民间认为玉皇是天公 以及是天上神明 和各位天官的管轄者 这些形象都是源于北宋以来 道教和国家玉皇信仰的兴起 要了解 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再推前些 去到古时的中国 古人很早已经对天和地 有敬畏之心 早在周朝 天已经被认为是至高的神明 皇家对祭天的仪式也十分重视 这种国家祭天的传统 至看待起得以传承 并得到往后历朝历代奉行 而天在不同朝代 也有着不同的名号 不过最主流的就是浩天上帝 在西进 甚至乎后来的徐唐时代 天帝都被称为浩天上帝 后来去到宋朝初年 宋真宗得到神明的启示 知道天帝原来有着另一个圣号 称为玉皇 于是在传统的国家祭礼上 就以祭至浩天上帝的礼仪 祭至玉皇 并且供上玉皇的圣号为 太上开天执乎 如力含真看到玉皇大天帝 去到宋徽宗正和六年 也即是公元1116年 废宗认为玉皇大天帝和浩天上帝 都有着主宰万化的神能 只是名字不同 于是就沿用旧的圣号 将两者合为一帝 供上玉皇的圣号为 太上开天执乎 如力含真看到浩天玉皇上帝 这样也解释了 为什么后世简称玉皇 为浩天玉皇上帝 自宋代起 在很多道教经典中都指出 玉皇被视为天界神明先官的 最高统合者 在宋会要辞稿中 就记载玉皇 扎尊子咒 祭自清都 居二宜之先 为万物之主 而收录在明代正统道状里面 的太上洞神天公消魔护国经 的统御品第三 就记载了玉皇统御三界 福玉仓生 逆圣保德转 逆记载玉皇 再无上三天 为诸天之尊 万丈群先 无不神者 因此玉皇在道教的地位 遗居于三清之下 而遗裂于四遇之首的尊贵之位 而玉皇在天界 经常升座于金殿之内 殿内光明通切 无所不照 故为通明殿 所以世人就将道观内 供奉玉皇的殿语 称为通明殿 我们从上述的道经 和历史文献了解到 玉皇的神格和地位 但是他的身世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从玉皇经的清媒天公神通品第一 就有详细的记载 据原始天尊在经中提及 过去的时代 有一个国家的保月光皇后 有一晚梦到太上道君同众先真 抱着一个婴儿 并且将她赐给自己 一觉醒来 皇后发现自己有人 怀胎一年之后 就在丙五岁次 正月九日 担下一个太子 太子出身的时候 身上发出光炎 照到整个皇国 这位太子年幼时性格敏慧 长大后也非常仁慈 将国家财富里面藏有的财保 全部用来帮助穷困的人 无所依靠基紧残疾的众生 后来国王嫁崩 太子自正右方 不过她就感念仓生 于是离开皇国 去到普明香炎山之中收到 在历世中 经历了三千二百个劫 其间经常割爱学道 行若治病 拯救众生 终于修正金仙之位 后来又经历益劫的修炼 最终正位成为玉帝 所以玉帝的自尊之位 也是通过历世修行而来 她的诞生是正月九日 也是人间庆祝玉皇诞的日子 其实关于玉皇 我们可以从经文中了解之外 从神仙画当中 也可以有一个更具体的形象 我们明白到玉皇 是一位统领天界众神的神明 所以凡间画师的不下 玉皇就好似天界的皇帝 北宋文人李箭 在德玉齋画品中 记录了熟人石阔所作的 玉皇朝会图 描述画中 天仙灵观 金铜玉女 三观太悦 七元四圣 京伟星秀 风雨雷殿 诸神恶毒 君掌地上 地下主者皆集于帝所 玉皇大天帝 向南面端矣而坐 众珍养守城望清光 遇在通明殿中 故李箭认为当时的道家 是玉皇大帝为众先天子 如果要综合玉皇的形相和慧格 我们不妨可以阅读一下 玉皇经 《清媒天公神通品第一》之中 一首赞中玉帝的己 当中有一句讲道 《金缺原穷主》 这句 《尽显玉皇坐在金殿而畏居天帝的形相》 而《真性妙道师》 《天人倚仗师》 这句 就指出玉皇功行圆满 为神明典范 《带性谁法语》 《真一指迷图一句》 就带出玉皇谁交众生 出来府境的伟大功德 《真性妙道师》 《真性妙道师》 《天人艳仗师》 《真性妙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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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品位极高的神仙 以及行职善 而且有修为的人 才可以逃过劫难 时机一到 新的一劫由将开始 欲皇经出现 就是由于当时的时局 分乱得有如一劫的终结 于是神明就向人降受这一步经典 希望可以倒化世人 教大家行一条正确的道路 度过劫难 现时我们同样面对 世局不稳定 天灾 疫病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正在发生 我们可以做的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分 以及多些关怀身边的人之外 也可以多重欲皇经 祈求国土清平 这个也是我们身处乱世当中 可以度过劫难的 其中一个方法 夫道 continu就直接 做好幸ista 入病 郭 出生 课